閉門造居 隻手遮天 閉門造居 隻手遮天 程序不宜 損害法治 有政有據不敢動 律政司長米歸叔 有政有據不敢動 律政司長米歸叔 各位傳媒朋友 歡迎大家來到今次記者會 我首先講幾句 再請我們這麼多民主派的朋友 再進一步發言 我們天下圍攻 和一班民主派的朋友 和民主派的政黨 一起發起 接下來星期五 1月11日晚上 7點鐘 會在中環 中審法院門外 近王后像廣場的空地 有一個集氣的大會 我們共同呼籲 所有關心香港法治 和廉潔的市民 一起出席 為什麼我們選擇1月11日呢 因為鄭若驊宣佈不檢控梁振英和周浩鼎的決定 是在上年12月12日宣佈的 1月11日正正是一個月的時間 一個月以來發生了什麼事呢 其實好像沒有事發生了 因為鄭若驊 他宣佈了決定之後 就放假 離開了香港 縱使我們很多市民 民主派 以及 以至有建制派和特首 要求他進一步交代 他也是一直歸宿 直到去到上年12月26日 他回來香港 在機場 只是短短幾分鐘 回應了記者的提問 但是他的回應 都沒有觸及到最核心的問題 為什麼不檢控梁振英 以及為什麼在處理梁振英案的檢控工作上 採取雙重標準 不將案件外判給獨立的大律師 去提供獨立法律意見 反而是由律政司司長自行去決定 去不檢控梁振英和周浩鼎 這是赤裸裸地違背了律政司行之多年的守則 就是當有可能公眾的觀感認為律政司有偏頗 或者是有你的衝突 他就應該要外判 他當日在機場的說法就是說 是案件如果涉及律政司的人員才要外判 這個已經是不用多說 之前眾多的例子 涉及很多政府高官的 真任權案、許氏仁案、林品強案、湯顯明案等等 這些都不是律政司人員 都有外判大律師拿獨立法律意見 其實鄭若驊連準確去重申 律政司既有政策的能力都欠缺 反而是越描越黑 令到公眾的質疑越來越嚴重 我們知道他在未來1月28日會來到立法會去回應 但以現在的議程來說 只有一個小時 我很擔心 很多建制派議員 會群起互駕 大家不斷舉手 去講一些不著邊際的題目 每個議員可能能夠發言的 只有兩分鐘 或者三分鐘的時間 但是 因為這次的 決定 對香港的廉潔 和法治影響太深遠 因為 如果根據律政司的聲明 說 梁振英 的案件 他認為 是不涉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周浩鼎的案件 也不當行為 未嚴重到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如果用這樣的標準 我們香港的廉潔 和法治 會受到非常嚴重的破壞 也會損害到市民 對廉潔法治的信心 所以 我希望市民 在接下來星期五 晚上七點鐘 收工 撥一點時間 參與我們的集會 其他 退休人士 包括 家庭主婦等等 都希望大家一齊出來 如果香港 連我們最後的 法治 都被摧毀 我們整個香港的 核心價值 都會蕩然無存 我們 今次的 集會 也不是最後的行動 我們稍後 也會有其他的行動 還有 我們天下圍攻計劃 仍然是進行當中 在香港 英國 和澳洲的法律團隊 仍然是很緊密地 跟進現在案件的情況 當然是非常困難 但是 我們無其他選擇 一定是要把這件案 追究到底 我先請 Dennis 發言 再請其他同事 謝謝 我不重複 剛才阿廷說的 說話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件案件的來龍去脈 我只能夠說 就是法律界 對於 這次 鄭若驊這個決定 是極度不滿 我本人 已經在23號 立法會大會上 提了這個 基本法傳召 鄭若驊來到立法會 解答 以及公開所有文件 28號 他說他會來 但是 剛才阿廷也有說 28號是有困難的 因為 只是一個小時 建制派一定會 將焦點 模糊化 第三 就是 我也提了一個 不信任動議 不信任動議 是需要時間 去排上立法會 我能夠說的 現階段 就是我們的法律團隊 現階段 在研究所有可行的方案 如何去追究這件事 我希望市民 會對我們 那個團隊有信心 因為 我們是用盡所有的辦法 也都是會研究所有的渠道 而是不會放棄任何一條 可以追究的一個動作的 所以呢 我希望 遲一點 可以再交代更多 關於現在我們的法律團隊 能夠在做什麼 但要說來 我只要說說 一句話 我會說 這位法律團隊 非常感染 和感染 尤其是 這位法律團隊 做法律團隊 做法律團隊 We will not allow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or anyone to damage the core value of Hong Kong, which is the rule of law. The legal profession will pursue all available avenues to see what can be done to right this wrong. Thank you. 我請毛孟靜議員 你先說 毛孟靜議員 先說 有關梁振英和UGL的案件 大家可能會聽到社會上有一種說法 反正表面政工都不成立 你們民主派為什麼要執著於程序公義 就是一些技術的問題 說他沒有邀請到街外的其他法律意見 但是大家一定要記得 公義並非說你做了就是做了 你是要讓人看到你是做了的 而有關周浩鼎的一筆 我仍然是到今時今日覺得他們給的理由說 不影響調查委員會的正常運作 這個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是匪夷所思的 完全是失禮國際的法治社會的 等於有人 我們現在一起考試 有人出貓出到 你不斷地把書放上桌子 在那裏抄 你就說因為不影響考試的進行 所以出貓是沒有問題 這個是完全講不通的 我們會有一連串的後續行動在那裏 我希望政府尤其是鄭若驊要三思 因為如果是另外有行動 把這些事件放上法庭的話 政府會更加難看 尹兆建議 我很簡單 因為我知道剛才 簡單補幾句 剛才我相信同事都說了整件事的背景 亦都香港市民看得很清楚 這次我們最不滿的 除了是因為UGL案本身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表面證供 大家都有一些法律上的看法 但無論如何 在整個檢控過程 或者考慮檢控過程 我們似乎目前看不到一個很合理的說法 他是不是不偏不倚 公正持平 好像律政司司長自己這樣說 他出來只是重申了這個原則 但我們看不到他的行為 是有這樣的表現 而最令人廢解的 除了是有關於 吳慶獨立法律意見這一點之外 其實就算看他出來 已經講過的資料 裡面只會引申我們更多的不滿 以及羅生門 包括他說證據不足的說法 其實是沒有充分的展述和解釋的 就是這樣一句主觀判斷 就說證據不足 為什麼呢 總是有些理由 當然他的篇幅這麼短 也導致我們非常不滿 最近他出來解釋過一次 結果是更差 只有越描越黑 令到我們覺得他不單止是 判斷上有很大問題 甚至有涉嫌放生糧 梁振英和周浩鼎之嫌 更加令我們不滿的就是 潛建了規則 除了潛建的房子之外 原來他對潛建規則 也有這麼多看法 即是跟我們去年 立法會收過的 律政司講解的 有關於什麼情況下 需要聘請獨立法律意見的說法 那六點原則是很大分歧 就多了一點 就是說 只是律政司的同事 涉案才需要去聘請獨立法律意見 我覺得這一點也是令我們不滿 但怎樣也好 市民不滿 我們民主派又怎樣做 我就聽到很多坊間聲音 就說 那你們有什麼要做 我就講解給大家聽 接下來23號 我們有同事又怎樣傳召 律政司司 28號也有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也有同事很努力地做一些功夫 街坊就會說 市民就會說 那怎麼辦 期間有些事情我們很生氣 我想出來向這個不義的決定 咆哮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決定 在這個中間 希望多動員市民 讓關注度和事件 保持溫度之餘 希望這種民意的壓力 可以令到律政司 做回一個明確、合理、公道的決定 聘請獨立法律意見 我再講一次的時間 希望可以呼籲一下 接下來是星期五 晚上七點鐘 就在高等法院旁邊 中審法院旁邊 中審法院旁邊 和黃侯祥廣場中間的空地 就是一條無名街 希望市民多點來參與 我們在那一天 也會請到不同的各界 法律界 或者政團 也有時間 給市民發言 表達意見 大家一起想想 有什麼後續行動 我們也有可能的後續行動 討論在那裏 包括司法覆核 或者其他行動 希望大家踴躍一點參與 沒有 沒有 OK 謝謝 我想坐在這裏 那麽多位 以前我的同事 我是唯一一個 曾經面對過這個 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罪的檢控 我是被指收售了黎智英先生25萬 我把錢傳到一間印刷所那裏 我代不了落袋 在印刷所那裏 是幫社民人印東西的 所以法官說 看不到什麼 放了我 就是說不成立 這個 喂 現在我用我的單案來講 那五千萬 梁振英收的 是分享其收的 未做特首之前 即是在做行政會議召集人的時候 他不申報 後任的時候不申報 宣誓的時候也不申報 然後 再做特首 繼續再收 連續了黃金鎖鏈是非常清楚 給了很多次機會 然後再在這個 2012年的10月 明知道2012年9月前那封 獲委任為UGL的董事 而不申報 他是收了錢 然後再委任前那封 做了地鐵的主席 三年 是全香港沒有人知道的 直到2014年雨傘運動之間 原來梁振英收了 五千萬 喂 這個還不是公職人員 是不申報 都不要計過周浩鼎那些 是不是 喂 我覺得鄭華真的好笑 嗯 他們倆是有 有串通 不過沒有影響到查 如果 知道了繼續這樣做 是另一件事 已經被捕了 所以我覺得 各位香港市民 可以告梁國雄 可以告曾蔡英權 曾蔡英權做甚麼 曾蔡英權叫人豪莊 那個 那間房子不能帶回家 叫黃楚彪豪莊的房子給他住 各位 各位 我身受其害 其實他那次強行告我的 喏 我現在大家要記住一件事 林卓廷和尹兆堅和我坐在這裏 沒有說叫鄭若驊定他罪 是叫鄭若驊行他的職責 如果你以前看到以前的例 是可以告的 麻煩你做 是這麼簡單的 我們等法官去判 大家不要經常說我們 冤枉梁振英 我們說 鄭若驊又不可以像梁愛思那樣 不聽江樂氏的意見 不聽自己手下的意見 出來自己頂 講兩大理由 這個是承擔 他是錯了 錯了 第二 曾蔡英權被人告的時候 是拿了幾個大狀的意見 有人說不要告 有人說要告 都告了 我覺得戴契斯說得最好 戴契斯說你錯了不要緊 你就再找一次獨立大狀 只說不用做 等於我告訴大家 你開車 去到走一走 沒有油 沒有油 我們車壞了 沒有油 我不會入油 我的車自動會回家 有這樣的司長嗎 各位 我們民主派被政治迫害 什麼罪名都告 被人告的 什麼鬼 法會 各位 你們再不出來 幫不了你們 特首可以收五千萬 但公務員吃了可以不給錢 有個人跟我說 林卓廷說 我的下屬說 被人投訴說他收了三千元 那我報不報 他說如果我報給上司罵 這個特首收五千萬也沒事 你為什麼要報給我聽 他不行的 不好意思 說了長了 不要緊 葉建源議員和 蕭吉 有沒有人想發言 OK 坐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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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過 我們看看傳媒朋友有沒有提問 好嗎 明天就是特首法務大會 有沒有問題 需要問 立正議題 我相信我們有很多民主派的議員 都很關心這個議題 我們民主黨也會有代表 向特首去質詢 有關不檢控梁振英的決定 和司長的做法 但是我相信 林鄭月娥 都是重新 交給司長 到28日回應 我覺得現在政府的策略很簡單 就是等 拖到28日 短短的一個小時 加上建制派佔多數的時候 其實民主派問到的時間 可能只有四五個字左右 接著他就一直重新回到官方立場 不評論個別個案等等 最後也不會有具體的答案 給出出來 但是 無論他的答案是怎樣 我們還是要問 因為 這個是市民大眾 很多人心裡同樣的問題 而特首和律政司司長 是不清楚回應有關的問題 這個疑問 是永遠會在市民心裡 是一直在影響市民對法治的信心 是 想問一下 你實際上 招開令議員 請問 我聽說 很多是關於UGL事件的 就是 知道整個狼狼的 那如果這次是 那會來的話 你會知道什麼 我相信 我相信 我們 民主派的議員 都是會 全力 去 有關的案件 去處理的手法 不檢控的理據 去提出我們的問題 而我們 是更加會準備好過往 律政司 是處理不同的高官 過往的案件的先例 給他去回應 他不能夠跟我們說 過去律政司的做法是怎樣 我不評論 政府 是 政策有連貫性的 不是招令直改 不是 換了司長 以前的政策 就全部改了 我之前公開問過 鄭若驊 到今天都沒有回答 究竟 外判的指引 是不是他改了呢 是不是 只是 律政司的人員 才外判 大律師 拿法律意見呢 那什麼時候改的呢 為什麼不公佈呢 為什麼不公佈呢 為什麼這樣改呢 這些問題他到現在都沒有說過 不是你好像皇帝那樣 我宣讀聖旨 我說就是政策了 我說就是整個政府 以後的做法 不是這樣的 這個不是香港的做法 請問一下 我想請問一下 您請問一下 您有一個方法 可以來看嗎 請問一下 您請問一下 你叫做法 可以說一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UK and Australia are still working very hard to gather information and try our very best to urge the law enforcement agency to fully investigate the case We are considering, we are mooting all possible measures including judicial reviews as said earlier 好 其他问题 谢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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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n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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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